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似乎尤其钟情四川西北那片美好的土地 在这里衍生成一派最为灵动的景象 那别具一格的水流淌于五彩的梯池 瀑布 梯湖 铺天盖地的盖花坝 走进那里就像走进了一个缤纷的色彩王国 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有人这样形容酒寨沟 酒寨归来不看水 水是酒寨沟的灵魂 那美轮美奂的酒寨之水 四季别样 处处不同 在绵延五十余公里的泉水线上 分布着湖泊 祖铺群 滩流 泉水 它们集水形 水色 水滋 水生于一体 搜紧天下水井之美态 酒寨沟湖的典型代表 是蓝色 极浓重的蓝色 醉人心甜 湖面水波 宁静 翔和 像一块光滑平整 经营剔透的蓝宝石 湖泊四周 长满了各色花草树木 春夏季节一片翠绿 秋风起时 满滴秋色 红叶绿树 倒映于湖光山色之中 美不胜收 湖水田净而深邃 沉默中运蓄着暴力 安密中隐藏着桀骜 每到深秋季节 湖岸山上层林浸染 叉紫烟红的林木 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 斑驳陆离 湖水自上游翻滴而过 在树丛中穿流 跌落在下一层的海面 形成碟铺 激起银色的浪花 喧闹着直奔下游而去 群海不仅高低层次分明 色彩也是层次分明 绿树绿的清脆 蓝海蓝的浓稠 蝶铺与水花白的轻盈 尤其是那绿中套蓝的色彩最为动人 山轻松无音 水添青细分 山为水 水绕山 山水相应 临水相亲 它像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感受 独有的原始自然美 变幻无穷的四季景观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被誉为人间仙境 童话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